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是 把我们留的这个种子 把它采摘一下 这个种子是什么种子呢 这个是小油菜的种子 这个一般情况下 我都不怎么留种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看它自己 就长出了,长老了 长出种子了,那我就留着它 然后呢,采摘下来 到时候呢 明年可以种 像这些呢,它都还没有好 没有成熟 所以说呢,还需要让它再长一长 那成熟不成熟呢 就是说,你可以摁一摁 摁一摁,有时候里边硬硬的 那就说成熟了 如果你再不树的话 你就摘一个,然后呢 看一下 剥都很难剥 你看里边 小粒,看见了吧 很小,根本没有成熟 所以说,这就是说 这些种子都还不ready 所以说你就再留着 让它们再长一长 一般熟了的时候,你这样一摁 你可以感觉出来里边硬硬的 像这个可能就有可能熟了吧 实际上,颜色一看 你都能看出来了,因为这个 基本上就干了 因为这个种子呢,都已经发黄了 就说明它成熟了 像这个 你看 这个种子 就可以看出来 它的种子已经成熟了 你看黑的这个 对 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把它 采摘下来了 整个拔了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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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这些 像这些都是,其实还没有 无所谓了 自己种也种不了几个 自己种也种不了几个 收集几个就够了 像很多东西我都不留种 因为留种 它影响生其他的 对 特别是像黄瓜什么东西的 它都 你要一颗留一颗种子的话 就可能上面都受影响 所以还不如到时候 去买一盘黄瓜苗回来 放到这个盒里 找一个东西把它盖一盖 因为不盖的时候 有时候家里好像后院有鸟 那些鸟 有可能把你的种子给你盗走了 所以摔几天以后呢 这个东西它就都干了 干了以后呢 你就用手把它搓一搓 然后撒到这边 说不定它有的时候 也搓那边 搓到这边 搓到这边 说不定它有的时候 也搓那边 对 扔到地里边 如果有一漏的种子 它在里边 还可以生长 对 一去两得 这些种子 有的是成熟的 有的不成熟 到时候种的时候 你就把它们撒一下 撒一下里边 哪个苏苗里用哪个苏苗 这样得了得了 在那里得了得了 像菠奇一样 对 这弄好的种子 就把它放到一个塑料袋里边 到时候用就行了 这样我就收获了一些小菜种 有的成有的不成 但是不成的到时候 撒一些地里边 成的就够了 看了吧 小菜种 明年的菜种就够了 有些菜呢 就是说 菜种不太容易买 像这种小油菜的菜种 在咱们这个地方 就不太容易买到 所以说呢 最好呢 就是说 你好不容易弄来菜种 种了以后呢 最好自己留个种 那我发现 留菜种的时候 有时候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有鸟 所以说 这个菜种很容易被鸟叨了 以前的时候 我曾经留过菜种 然后呢 诶 怎么那个菜种 这个夹 都爆了 后来我发现 是被那个虫 因为很多鸟 飞到上面 被鸟叨了 所以说呢 最好呢 就是说 在它快成熟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个纱布 或者什么东西把它包起来 然后呢 让这个鸟呢 能够吃不着它 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这些菜种呢 顺利的成熟 为了防止这个菜种呢 被虫子咬了 我们稍微 让一点草木灰上边 然后呢 用一个纱布 黑的纱布 然后呢 把它包起来 这样防止被鸟叨了它 那这个纱布的时候 你这个纱布实际上 就是说 你用一个钉酥鸡 这样厚着它 然后 对 用个钉酥鸡钉上就行 钉上就可以了 这样在这个 在这个底下 用钉酥鸡 这样 这个纱布 这个实际上这个纱窗 就是纱窗的这个东西 对 就是 下脚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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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纱窗的下脚料 我们利用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就不会被鸟啃了 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